所有今天能遇成這次記者會 推介會的一些好朋友 花蓮是一個好山好水 擁有純淨空氣 美好的加拿門地 尤其是只要說出花蓮的農特產品 大家一定舉出大拇指來說讚 花蓮的米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第一支花蓮的副理米行銷到日本 已經行之有年了 而這個水果也是季節性的水果 是我們的文旦幼 文旦幼從這幾年來 我們謝謝我們農改廠的協助 幫助我們農友不斷的精進 以及謝謝農糧署 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能量 讓我們從一級生產到二級加工 到三級的我們休閒產業 全面的大名大方 所以讓我們柚子的耕種面積越來越大 目前我們柚子的耕種面積有1013公頃 佔全國的四分之一 而我們的產量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今年呢 這個其實 年初大家就開始在想 要怎麼樣 把我們今年的柚子 在有限的採收時間 有限的保存時間當中 趕快把它行銷出去 今年 歷年來 元祖馬俗 元祖馬俗上海店 都跟花蓮縣政府 訂20個貨櫃 而今年 我們更有其他的省份 也來跟花蓮來訂購 所以現在從昨天 花蓮縣農會 跟我們紅紅金色大地 出了第一個貨櫃之後 我相信陸陸續續 我們的貨櫃會會越來越多 而也有賴於我們很多的農會 總幹事 以及我們的鄉長 能夠一一將平衡 這個保持好 讓我們的這個行銷的口碑 會越來越好 而在這裡 真偉啊 也真剛才我們也看到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那個二級加工 尤其當您在這個 這個深秋的時候 我們金櫃飄香的時候 可以喝一杯 但是又何奈 讓你的人生充滿充滿滋味 也有我們很多的這個產品 像站在這 這位最前面的 這個我們的光頭的 這個以為是韓國語來了 現在跟我揮揮手的 我們劉瑞琪 劉董事長回蘭鼠道 以及我們在座余國基 余理事長也是阿美麻吉 我們的伴手禮業者 他們是最支持花蓮的在地農民 所以無論是紅梨 無論是地瓜 無論是芋頭 甚至在這一次的柚子 都將它 將我們的食材 能夠融入在我們伴手裡 這就是花蓮之光 今天在這個金櫃飄香的季節 我們來到台北來行銷我們文代柚 這是最重要 支持在地農民 就是支持我們自己的產業 而人家說這個柚子要怎麼挑呢 以前都說這個西風東見以後呢 都說女生的身材到中年以後是西洋梨的身材 對不對 其實西洋梨的身材看這位就知道 我就是標準的西洋梨身材 但是呢 東方人要有東方人自己的形容的方式 對不對 那個我們蔡宗翰啊 東方人要怎麼形容我們自己的這個西洋梨式的身材 當然是要用柚子的形狀 形容我們自己東方人的身材 這個蟻燈 這個很穩重 還要頭尖尖的 這表示是身材最好的 這也就是我們柚子最好的身材 而且 夠定道 對不對 所以花蓮的柚子都是這樣的形狀 都是柚美麗 而且又是老張 所以呢 你要說 柚柚啊 身經解渴去積食 讓我們腸胃蠕動 而且啊 它的檸檬酸又最豐富 所以花蓮的 這個九十上百高瘦的年長者 其實 飲食上他們有一個小秘方 就是吃飯後吃兩三片的文蛋柚 吃巧不吃多 讓我們的腸胃蠕動非常好 人家說 若要人不老就要腸胃好 所以呢 在這裡真會推薦我們自己養生的小秘方 除了找到有機又好吃又安全的柚子以外 當然 訂購花蓮的這個柚子是第一首選 第二個 就是從秋後 秋節開始 天天吃兩三片的柚子 讓您的精神 人 那個人清 氣爽 神清氣爽 相信做什麼事情都順風順水 在這裡秋收東藏的日子裡面 希望我們大家多收一點文蛋柚 可以吃到過年 祝福大家健康快樂 也希望支持花蓮文蛋柚 支持花蓮好柚 大家幸福美滿 謝謝 就是贊啦 抽到冷香鮮甜 文蛋柚 好吃之外 還可以中心吃料理 讓大家品嘗不同的文蛋柚 好美味 來 快速走 讓我們五個小時來歡迎他們到 首先第一位 當然是我們的花蓮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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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工作 歡迎 歡迎 接下來 提紹到的是花蓮縣政府 行政紀研討處副處長 葉劇理業副處長 最近鄉門會的 余理事長 您好 同學的工商務主任 胡子華 歡迎 接下來歡迎到 東風蕭能會的總幹事 黃喜翔華總幹事 歡迎 歡迎 接下來歡迎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中華郵政花蓮郵局的局長 蕭能華 合作社的經理 蕭能華 蕭經理 梁職 道理 並蕭合作社 顧 經理 顧正木 顧總經理 也是在後方 謝謝 接下來來歡迎我們的嘉賓 也是今天會問 北廟廠 廟廟的 有花嫂情的嘉賓 有熱情的掌聲 待會有的最大名 最認真的 晚上 發生的